台灣和日本的青少年混搭一起比賽羽球 這是由國際福倫3490地區基隆東區福倫社主辦 新北瑞芳福倫社協辦 邀請來自日本屬於基隆東區福倫社 日本姐妹社的八代男福倫社 辦你的台日福少團交流活動 特地在新北市瑞芳高宮 舉辦延誼性質的羽球比賽 希望讓台日雙方的青少年朋友 羽球會有拉近彼此的距離 也培育福倫社的新血輪 並結合了日本的八代互動社 八代福少團的六位同學 以及台灣的瑞芳福少團五位同學 還有新北恆映高中的福少團三位同學 還有基隆安樂高中福少團的八位同學 一起來做這次的福少同學交流活動 然後希望這次同學們 可以通過這次的交流活動 就是可以 他們這次會有做公益 也有做體育交流 體育競賽交流 然後也有去就是參觀 帶他們參觀我們台灣的一些風俗文化 還有一些景點 希望可以通過這次的活動 讓他們增加國境觀 然後對於他們未來的一些發展 一些服務 有更好的發展跟影響 那這次很開心 能夠有八代南福人社 他們帶著他們的福少團 一起來台灣 跟台灣的這一些福少團 一起來交流 那今天是一個魚球的一個活動 我想魚球是非常適合東方人的體型 也是日本跟台灣一直以來都在推展的一個運動 相信透過這樣的一個交流 可以讓雙方有更深的一個情誼 屬於福倫社體系下的福少團 由12到18歲左右的青少年組成 由於基隆東區福倫社本身沒有福少團 因此特地邀請友社 新北瑞芳福倫社及福少團協辦這次的活動 而新北瑞芳福少團就是以瑞芳高工為基地 以瑞芳高工學生為主體所組成 未來在進階層福倫社友 很開心就是也可以讓我們瑞芳社所輔導的福少團 可以參與這一次 然後可以促進國際交流 然後認識彼此之間的文化 然後也是非常感謝今天能出辦這個活動 讓學生們有一些很好的回憶 也可以認識到國外的學生 福倫社創立福少團的時候我就已經在了 所以我們常常會服務社區啊 服務地方也從大人們身上 以及同學們身上還有團員們身上 學到了非常多 台日雙方福倫社長也在一旁 自己來一場友誼賽 雖然語言不完全通 國語 日語 英語 台語 夾雜肢體語言 匕首 畫腳 反而更拉近彼此間的距離 增進情誼 記者吳俊松 新北報導